超過六百多間的中華料理店 牛肉麵 蛋蛋麵 叉燒 餃子 這裡全部掛滿台灣的國旗 台南小路 這裡買那個現箱 已經變成這種自動販賣室了 吃的方法要稍微研究一下 那麼自己現在來到橫濱的中華街 昂漢神戶南京町長崎新定 並列為日本三大中華街 在過去1859年橫濱開港之後 就有各地的華人來到這裡移民 因此就發展出這條中華街 至今也有140年左右的歷史 在廣大五百平方米的面積下 這個中華街裡面有超過六百多間的中華料理店 不只賣美食 還有一些紀念品店 雜貨店 算命店都有 還有媽祖廟跟官地廟 趕緊跟著馬之一進去橫濱中華街裡面看看 這裡面都賣了一些怎麼樣的美食 我們現在來吃上海小籠包 這間叫做彭天閣 哇整個大排長龍 這個兩個綠綠的是海鮮口味 白色外皮是肉 哇這個湯汁馬上爆出來 好燙喔 哇很燙很燙 這個吃的方法要稍微研究一下 因為它下面 它跟一般的小龍貓不一樣 它下面是燒烤的 所以它的底皮會比較硬一點 因為鴨翅比較大的力道 你才可以把它整個外皮咬碎 稍微把這個湯汁吸完之後 就比較不會這麼會燙 你看它裡面湯汁這麼多 哇這裡也是非常多的一些酒樓 酒駕 而且這條我覺得很特別是 它有非常多的展譜店 就是算命啊 算首相啊 問你生成八卦這一類 在橫濱中華街這邊非常多 台灣烏台滷肉飯Set 滷肉飯然後加兩個小籠包 一碗湯小菜甜點 980塊 牛肉麵 蛋蛋麵 叉燒 餃子 水餃也有 而且它店裡還掛很多台灣的國旗 哇大家看一下橫濱中華街裡面 還有一條小巷子 這裡全部掛滿台灣的國旗 而且後面就寫台南小路 這條裡面很多都是台灣人開的餐廳 我在想 剛剛很多日本人經過這裡 看到這個國旗 馬上立馬拍照 我們買了一間雞排 這邊實在是太多選擇了 也不知道哪一間 到底真的可以吃到 很正宗台灣的感覺 所以還是將就買一下 結果果不其然呢 看一下這個透度 還有這個炸的感覺 還有這個肉的質感 就跟台灣那種感覺不太一樣 我們又買了兩樣美食了 這個是黑糖珍珠鮮奶 然後這個是大肉包 這種大肉包380塊 我覺得它這個是 特別為日本人改良過的口味 這不是台灣的口味 不一定每一間都非常的正宗 非常這個台灣的口感 裡面中華料理真的非常的多 每一間店呢 上面都寫不是台灣料理啦 不然就是什麼什麼王附近 什麼什麼酒樓 什麼什麼飯店之類的 很多各式各樣的中華料理 但是我剛剛仔細看了 其實每間賣的東西都大同宵夜 因為現在台灣雞排 非常的火紅 而且搭配珍珠奶茶 很多日本人也很喜歡 所以基本上每一間店呢 都會賣這個台灣的美食 這間重慶飯店 裡面有賣這種台灣的 鳳梨酥的伴手禮業 台灣中秋節的月餅 有黑馬口味的 還有栗子口味的 熊貓的一個很像是巧克力堡 它有很多口味 還有草莓啊 橙冰的特產 有鋼蛋 好酷 我現在一直在收集 這個娃娃給我家的狗當玩具 它這個是日本全部的縣市 都會出的一個版本 譬如說現在在橫濱 它就會出這個 橫濱中華街的版本 台灣的椒麻牛肉麵 台灣的排骨雞麵 刀削麵 橫濱中華街 一條不僅見證了日本近代史 也曾發生過許多改變華人歷史的街區 時光倒轉至160年前的橫濱 當時因安政五國條約被迫開港通商 橫濱在開港前原只是擁有350人左右的小漁村 而在清國經商的美英和法等國人 為了尋求日本市場來到了這座城市 中國人也是橫濱的第一批抵達者 這些人在廣州香港接受了東西方商業交易的訓練 被稱作買辦 也是橫濱華僑的第一代 後續來自廣東福建跨海來日的移民持續湧盡 早期外國人因身份上的受僱限制 只能以傳統的三把刀作為生計 分別是剃刀代表的理髮業 菜刀代表的餐飲業 和剪刀代表的服裝業 橫濱也是孫中山在海外待過最長時間的一座城市 曾在此建立了橫濱新中會分會 這裡也被稱作廣東華僑的故鄉 1899年因條約修改居留地被廢除後 外國人被允許居住在居留地以外的地區 來往在橫濱的中國人開始和日本人做起了生意 並修建了官地廟、中華會館、中華學校等建築 逐漸形成了一個華人小社區 這就是橫濱中華街最初的起始 但中華街的發展並不想想上中的一帆風順 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和1945年的橫濱大空襲 中華街曾兩度被夷危平地 加上1937年清華戰爭的全面爆發 中日兩國特殊的歷史時期 中華街也曾經一度陷入了停滯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復興期 橫濱港才慢慢恢復了早期 大戰再 zur接替 这里买那个现箱已经变成这种自动贩卖室了 买现箱是五百块钱 一个人五根五根大象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是十根 然后还有两个这个参拜纪念的 直接可以帮你把那个香点燃货 我们先掰吧 我觉得跟神户的关帝庙蛮像的 不只可以参拜关圣帝君 还有玉皇上帝 跟弟母娘娘 关世音菩萨 还有福德正神 不只可以求家庭和睦 求姻缘 求财缘 在这个横冰的关帝庙都可以 在我背后这里呢 就是横冰的妈祖庙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天后宫 这个妈祖庙啊 它可以求职 也可以求安产 你也可以求学业 因为这里呢 不只有这个妈祖 还有文昌帝君 祝生娘娘 等等的生命 一样是买现箱两个人 两人正好 ok 好 刚刚有稍微跟那边一个阿姨在聊天 她说这个庙是新建的 不过真的在日本 看到这种中华庙里就感觉很不可思议 这里的一些帮忙的阿姨呢 也好像都是台湾来的 每个都会讲台语 这个是他们的平安符 这个就横冰妈祖庙 下面写恩哲四海 我刚刚在想啊 因为这里来参拜的人 好像也是华人居多 不过也是会有日本人 进去稍微参拜妈祖庙啊 或是官邸庙啊 如果以日本人的角度来看 突然在日本看到这种中华的庙里 我觉得这应该是蛮震惊的 就像台湾如果看到日本 非常穿同神社那样的感觉 就像台湾那样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